就是从古至今 人们都知道 每一个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下的运动 它都是有规律的 人也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下的运动 因此它的运动变化 也就是人生是有一定规律的 这时呢很苦难 不容易去掌握它 那么我们的祖先是很有眼光的 在一千多年以前 或者说一千三百年以前 开始了对这个领域的探索 那么怎么去了解人的命运 秋天在哪里 那么从本质上来讲 古人曾经考虑到两层意思 一个就是父母怀孕 怀上你的时候 形成了所谓婴儿的一个 批体的时候 那么那一个时候 对人是有影响的 但是在娘肚子里的很多情况不了解 所以无法去抛弃它 然后就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当一个婴儿离开母体的时候 它的突变对人的影响 从哪里提取信息 思路就是这样 那么人离开娘的肚子的时候 就有出生的年月日 时间地点 那么这一切都会影响 这个人未来的成长 也就是说人的不少秘密 会记录在你的出生年月日 时间地点这样一些情况下 那么地点里面呢 含有陆下山房 一个是地理环境的地点 对人会有影响 这个地理呢 也包括了当时的自然条件 比如有没有挂大风 下大雪 雷暴 或者是风和热力等等 对人会有一定影响 另外就是社会环境 处在不同的时代 就有不同的社会环境 对人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是家庭环境 你身在不同的家庭环境 就有不同家庭环境的 继续的影响 那么这些影响中复起来 就构成了对人们的命运的探索 那么这些因素的综合的名称呢 就叫法治学 所以深层法治学呢 它的思路来路去 是这样的 那么它的发展过程 在我们中国是这样的 最早提出 法治概念的是 唐朝的离去与中国 距今了1300多年的历史 它呢提出 人的命运可以从 这四个柱子来研究 叫胎 月 日 时 每一个构成一个柱子 所以呢 叫四个柱子 胎珠 月珠 热珠 始珠 这里头应该记录人的秘密 所以可以来奉献人的秘密 当时这个理论是比较粗糙 也许子凭 因此以后 所谓的深层法治学 也叫子凭术 所以从书上以后呢 大家比较学究的讲 研究子凭术 那么 它的理论和学问 也总结到一本书 不是他自己写的 是他的后人写的 也是北宋的 徐生 做的 写了一本书 后人给予了解读 这本书的名字呢 叫《月海子平》 子平就是徐子平 而月海你进入了 人生的海洋里去了解 这些情况 那么这本原著呢 有很多解读的版本 改革开放以来 对这个版本解读的 比较好的 是李峰 李峰著的 那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了 这本书的 《月海子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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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版本 最完整的版本呢 在古宫 所以李峰 是使用了 故宫的《月海子平》的版本 进行了解读 解读总体来说是不错的 但是呢 你学完以后你会发现 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并不很成熟 外卫 包括古代的这个短板 所以呢 里面还是有一些 你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地方 这是宋朝 最关键的决定了 八字学的理论 以后就不断在他理论基础上 进行发展 那么徐志平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首先提出了 明确的提出了 年 月 日 时 他不叫胎了 就你出生年 出生月 出生日 出生时 构成四个柱子 分别叫年柱 月柱 月柱 时柱 那么每个柱子是什么柱 什么构成的呢 是这样构成 年柱 包括了年的天干 简称年干 包括了年的地之 叫年之 然后月柱 月之 日干 日之 时干 时之 也就是四个天干 和四个地之 构成了一个人的八字 这是他 非常准确地提出的 这个观点 那么这个综合起来 就叫八字 因此 四柱 就是八字 八字就是四 所以我们同学们不必连在一起 一个人看看这个人的四柱八字 这就花手填住了 你就说看看他的四柱也行 或者说看看他的八字 老百姓比较习惯 八字 所以我们更多说 多了解他的八字 去玩了 那么 徐子平 基本观点 要将 抓住 首先 一个人生下来的 当天 太阳在你身上的影响 是最大的 这个影响 就叫日干 太阳在你人身上的 当天的影响 所以日干呢 被称之为生命的核心 你生下来 当天太阳在你身上的烙影 是最强大的影响力 被称之为生命的核心 因此日干 在书语里面 有些也叫热主 有些也叫热圆 而你是生命的主人 你是生命的圆 圆就是核心了 那么除了你生下来 当天太阳对你的影响以外 月亮影响也很大 因为地球主要跟太阳月亮 发生关系 那么月亮的最主要的影响 是通过月之 所谓地支 就是月亮跟地球的关系 这个月的月亮 跟地球的关系 力量就很大 所以月之呢 是影响生命核心的主要力量 所以月之呢 往往称为月灵 也称为提纲 提纲接领 这是它的非常重要 就是短八字的主要矛盾 看什么 这是第一个 它提到的观点 第二个 这个八个字 比较笼统地看出了 你一辈子的 粗粗的情况 那么细细地看 应该怎么看呢 它提出了 所谓大运 流年的概念 很有意思 我们古人历史上讲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这个往往指的是一个国家政治的大运 二十年河东 二十年河西 往往讲的是风水大运 所以风水叫三运 九运 每一个运二十年 九个运一百八十运 那么人 就更小 因为天地的人 人是最小的 我们叫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所以呢 天影响地 地影响人 所以人呢 只能是每十年 有一次比较明显的变化 所以徐志平就提出了 大运的概念 每十年有一次情况 就是每十年的宏观情况 叫大运 所以呢 每个人 一辈子可以分成十个左右的大运 一般人大概百岁嘛 百年嘛 所以呢 从十个大运的角度 来看看你 每十年 你走得什么样啊 这是大运 那么 这十年的情况知道了 不等于每一年 都是跟这十年是一样的 这十年 比如主流是好的 那么可能六年是好的 四年是差的 这还是叫主流是好 那么到底哪六年好 哪十年差 这就分析到所谓的流年 每一年 细节 每一年 不是宏观了 是一个情况了 所以呢 徐志平呢 就等于提到了 一个人的命局 还会涉及到 你的大运流年 不那么简单 这就是他提到的 非常重要的 学术上的观点 咱们看八字 最后 断八字的技巧在哪 他提出了一句话 至今 是有用的 断八字 无非金墨水火土之微妙 这句话 是他整个八字学的核心理念 就是八字说到底啊 就是每一个字的五星的关系 细细的分析这五星关系 你就搞清楚了 这个人的八字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呢 宋朝是最关键的奠定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八字学 然后到了明朝 八字学 有了很多的舌界 主要是舌界 对理论的解读 而没有太多新的理论产生 明朝是通过大量的舌界和经验 去解读徐志平的理论 那么明朝的命理学者 最重要两位 一位叫外明英 在明朝当过大官 他写了一本著作 叫三命通会 用大量的案例 来说明徐志平的理论 所以这份著作 这些著作将来 你有时间可以慢慢看起 那么明朝另外一位 很有名的命理学家 同学们应该很熟了 刘伯温 他的字叫刘基 他对这个命理学 对奇门顿家学 都有很多的研究 所以刘伯温在中国历史上 在医学领域是地位很重要 那么他写的这本著作来讲八字呢 叫刘继柱 然后呢 有很多人解读 其中最近解读的比较好的一位 柱姐者叫孙真志 那么这本著作的名字 是原著的名字 叫天水禅威 古水的水 地天水 地天水 天上的古水 天给你的古水 肠胃 很细细的给你解读 这本著作 叫地天水肠胃 那么这本著作有理论 有大量的命的案例 命令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有个学员 谢开发 那个这个 叫发发 就是 谢开发 他呢 在那个我们的群里面 我们有个八字群 他天天在解读这个著作 然后府上 最近他接触到的性格八字案例 同学们如果愿意参加这个群的话呢 扣后 把大家都拉进去 那么这是这样 到了明朝 主要是两个 那么 到了清朝 还有发展 因为 时间越来越多了嘛 那么清朝呢 最重要的是 有两位学者做这个事 一个是任天桥 是一个很有名的命令学家 他主要是 进一步的来解读 这个地天水肠胃 他是著这本著作 实际上是刘伯文基础上的著作 清朝还有位很有名的学者 叫沈孝禅 也写了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也是现在很多人会看 沈孝战 战阳战 叫紫平征权 那个徐紫平写的那本书的 所谓 真正的诠释 解释 叫紫平征权 那么清朝呢 是这两本代表性的主 将大者 然后到了民国 有三个最重要的代表任务 其中第一个代表任务 叫袁树三 他是清朝古典 民国初年的大命令学家 他写的著作有两本 现在都可以读到了 写得不错了 叫命理贪源 写的都比较细 这些书 还有本书叫命苦 他把历史上 中国名人 他的八字搞来 都举他的经历 进行结果 为什么他的八字 跟他的经历 能够吻合起来 这两本非常好的著作 这是民国 第一个代表任务 第二个代表任务 叫徐乐乌 那么徐乐乌呢 也写了非常重要的著作 就是他对 谁的著作进行了 进一步的注解呢 就是刚才讲的清朝 就是清朝的省孝 占写了一本子凭争权 他进行了更 进一步的解读 叫子凭争权 瓶著 他进一步来 解读 分析 这本著作 那么除了这本著作 他还有一本重要的著作 就是安利的著作 叫古今明人明鉴 明鉴 古今 明人 他的命 也有八字 叫明鉴 这两本 这些著作都可以找到 写的都是可以的 老师 你在客家里没有啊 这都是古段吧 我们今天 我讲完历史再告诉你 哪个 我认识教材里有的都 和你写的 百说没有 不去 在后面 有一部分 把主要的 这些是经典嘛 别着急 我讲整个八字的历史 这是开场白 这是开场白 然后明国的 第三个代表 韦千里 我们讲义上 有了德尼列的一部分 最经典的 有一些呢 是我们引过的 韦千里 这也是很重要的 命令学家 他写的那个 八字的著作呢 就是 一个叫千里命稿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著作 另外一个著作呢 就叫八字主要 我在讲义上把最关键的著作 读给你列在后面了 有一些呢 是就讲义上列出来 你建议一定要看看 其他这里列出来的 你有时间多看一些 因为还有更多的书 我都不可能都给你写出来 因为整个八字学的书 至少有数十分 近百分的可以 这是在那一部分 那么 韦千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学 这是近年 他是在上一世纪刚刚过世的 这个人呢 比较轰动的是西安四变 蒋介石被张学良 当杨福成将军扣留的时候 宋美龄请他 算蒋介石的命运 很急 你看看 总统 这个 生死如何 相贵地 然后当时为前一段的是 有惊无险 夫人必须充满 然后蒋夫人就亲自费到了西安 这个段命令呢 这个事情在当时的 报纸上都有了 都有新闻的 所以呢 当时比较轰动 那么民国之后 进入我们新的新中国呢 对不对 这个 到了我们共和国时代 那么我们共和国时代呢 应该说 解放初期一直到 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段的期论上 认为八字学是一个 封建迷信的学问 是不允许去发展它 或者去研讨它 但是民间的悄悄下面 还是有 算民间这个 所以民间还在活动 所以主要的这个 改革开放以前的 这一段时间 主要是民间的活动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 一些学者呢 从学术高度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呢 有一些书 那么这些书呢 应该说的不多 因为刚刚开始 对不对 所以呢 真正那个 开始改革开放研究的人比较多 但是形成了一个 比较有舒服的流派呢 应该说 目前不是很成熟 目前不是很成熟 那么现在呢 到了共和国呢 主要是在前面呢 所有的这些方法 我们称为古断法 短八字有两种办法 一个叫古断法 所谓古断法 是建立在 徐志平的理论基础上 利用易经的原理 去分析个人的命用 相对来说呢 比较复杂 另外古断法呢 确实在发展国中的人间 有一些糟粕 就是过多的引用了 民间的国中国家的说法 比如短一的命令 要背很多命格 要背很多特点 这样没法去 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而且很多人都不能掌握了 所以呢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现在一些研究 八字的人呢 就想简化它 所以闯进了所谓的 精短法 精短法的基本思路 是分析五星之间的力量 持有国中观的命格 国中观的需要背的一些东西 尽量去接近所谓的五星的分析 主要是简化 精短法主要是简化 主要 简化 照演五星力量的分析 很多其他的东西都不要 那么这一次我们三天的课呢 更多的是接种在精短法 我们还有三天讲古短法 因为这两个模型 为什么都要听 因为这两个模型都不成熟 都有漏洞 都是经验的总结 一般的概率 七八成是没问题的 但是都有两三层的误差 如果你两种方法都掌握了 用两种方法去控制这个人 互补对方的漏洞 因为每一个方法都有两三层的漏洞 如果这两个方法 信息都是同步的 你放心 说明大家都是一次的漏洞 都给添掉 如果这两个方法 断出来不一样 怎么办 目前是采用两个办法 第一 用它过去人生已经走过的路 来核对一下 概率更多的是符合古短法 还是更多的符合精短法 如果更多的符合古短法 你以后就按照古短法 给它断下去 如果更多的符合精短法呢 你用精短法给它断下去 这是一种办法 就是弥补漏洞的一种办法 譬如现在 所谓的电影明星 王宝强的八成 精短法和古短法策略很大 那么你就看吧 王宝强是几情况 你得了解了吗 到底是古短法中和精短法中 你就清楚了 而且下一步你就按照 哪一个方法走下去了 它的命运 这个基本上你可以了解 是不是 这是一个矫正的办法 另外一个矫正的办法 我们在座 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学过奇门论家 奇门论家有一个人的八字的终身语 里面也有大量的信息 你看 奇门主出现的信息 更符合古短法 还是更符合精短法 用这个也可以矫正 你继续分析是用古短法 还是精短法 所以呢 同学们要清楚 八字不是万能的 百分之一百准的 它是经验的总结 另外它的理论体系 远远远远远不如 奇门论家那么严谨 你想它只有八个字 你怎么推 也是在八个字的基础上推 里面一定加造着 个人的很多的经验 和主观的判断 而奇门论家多少个参数 同学们 六十四个参数 你想模型都差了多少倍 它的信息量就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要舍死求是来看待 我们的祖先 历史上给我们留下的学问 那么现在呢 应该说 民间呢 这个领域还是相当混乱 奇门论家没那么混乱 因为这种懂奇门论比较少嘛 它就比较干净 而八个字呢 人人都想去学 八个字听起来简单 但是解起来就很不断 所以呢 民间有国中观的流派 到底谁对谁错 时间解验这里 我们也不去评论它 哪一种方法 被时间验证的最多 哪一种方法 就是比较可靠的 那么 现在大家比较多的人 会用李汉成建立的一个办法 李汉成 李汉成 他是一个山东的民间研究 大致的 画了很多力量 建立了一个 线念断法的一些观点 应该说 他的一些基本失落 对于分析人的命运 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在 网络上 或者在书店里 看到李汉成的著重 可以读一读 当然正式出版的很少 他基本上是内部读 因为现在整个 金断法还没有形成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 代表性的一个重重 正式出版 正式出版物很少 因为都不够纯层 但是古断法的 都是正式出版物 都是想当当的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 是这么来看 金断法和古断法的特点的 金断法 简单 明了 快速 涉及到的 基础知识 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因为比较简单 所以分析不可能过细 另外听起来 分析起来 觉得比较干燥 就有点枯燥 古断法 要用大量的医经里面的 医学里面的基础学问 推理过程比较浓 但是分析起来 你听起来 觉得更有道理 但学起来比较费事 但是医经基础好的人 反过来认为 古断法更好学 因为你的医经基础 对于没有医经基础 同学来讲 肯定是金断法容易学 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模型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间 大家基本上 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 所以我的开场白 先要说一说 要站到比较 自高点来看这个问题 不要混同于民间 国中国家流派 流派太多了 还有王派 就是瞎子算命的方法 金断法里头 还有天干 看所谓的六清 地支不砍 也有的天干也看六清 地支也看六清 所谓六清不能的六清关系 对不对 也有的金断法 把古断法里的一些 什么天干五合 地支六合 地支三合 六冲等等 这些概念 也结合起了 就编成了一个 金骨混合的一个断法 就像中西一混在一起的一个断法 那么这些都存在 那么我们怎么学 扎扎实实的 先把每一种方法 到底怎么讲得搞清楚 以后你怎么用 你根据自己的经验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开始进入 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这本书上呢 讲义上给的一些代表性的主要 譬如李徐忠的书 徐子平的书 刘不温的书 万民的书 这是我们讲义上独立的 清朝的 严书山的书 等等 不应该说我们没有写 讲义上 这是没有全写出来 也不必写那么多 好 下面我们讲了 每个人的八字 是有四个天干 四个地支构成的 所谓的年干 年支 月干月支 日干月支 时干 时之构成 那么这就涉及到 所谓的四个天干了 那么天干我们来复习一下 同学们总共有多少个天干 十个天干 一定要说起 否则你当八字就很慢了 十个天干分别叫 甲乙丙丁 物济根心人鬼 我们在讲 一经技术已经涉及到 天干就是以太阳为中心的 金墨水火土 这个系统对地球的干预 所以天干的物理背景 你要搞清楚 因此天干对应的五行 你就不会感到冷僻了 因为天干的五行 就是那颗星的 对地球的影响 地球的影响 譬如甲和乙是木星 对地球的影响 所以甲和乙就代表木星 这是木星的影响 那么这两种木怎么区别 第一个叫阳木 第二个叫阴木 所以有阴阳的问题 甲木为阳木 阴木为阴木 其实你从数字排序也看出来 单数 一为阳 双数 二为阴 那么下面呢 是火星 冰火 丁火 丙是三 丁是四 所以又是一个阳 又是一个阴 五六 是雇土 集土 一个阳 一个阴 土星的阴气 七 八 那就是 梗筋 心筋 牙 阴 精心的影响 九 十 是人水 鬼水 分别为 阴阳水的影响 水性的影响 这是 整个天干 你要非常熟悉 然后这五星之间的关系 天干排的是最有规则的 正好 一个跟着一个乡称 同学们你看出来了没有 是不是五星 一个跟着一个乡称啊 陌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所以呢 天干的是很有序的 在派 以后要记住五个阳干 要能够顺罪说出来 同学们五个阳干是哪五个阳干 甲饼勿耿 以后你就念熟了 碰到就记住 甲饼勿耿 然后五个阳干怎么记 一顶几心阁 我们有个开玩笑 叫一顶几心阁 美国国务卿 好 这个重要的概念 你要搞清楚 将来出现在八字的上面 它必须五星相互 下面地质 十二个地质 地质主要指的是月亮跟地球的关系 月亮围绕地球转一圈 一种影响 一年转十二圈 十二种影响 以十二个地质来描写 叫直丑银毛 城市五位 学艺竟是最不怕重复的 因为这些年不断地熟悉 虽有虚害 这十二个地质 同样 同样他们是一个界 排队的 所以数字 做出来 单书为阳 双书为阴 十二个地质排阅 从一排到十二 同样地质的力量 也是五星的力量 所以老祖宗很巧妙地把大自然的所有作用力 用五星来描写 五星 直是什么五星呢 水 从土 请注意 地质里面有四个土 是很特殊的 从土 成土 为土 去土 因为它不是一个五星 土含有两个五星 比如 从除了土以外 还有什么五星呢 为什么是水呢 因为它靠着水 就像河边上的岸 靠着水的那个岸边 一定是超市的土 所以呢 丑土含水 如果水过大了 你同学们是土不见了 还是水不见了 土不见了 你把泥土扔在 你把小小的土 扔在一个大水缸里 水是 虽然是浑住了 但是泥土你看不见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土就以水来看的 听懂了没 除非土特多 你少量的水 下个小雨 雨下到泥土里 你土没了 还是雨水看不见了 雨水看不见 就土的特别 所以呢 这个特别大家也 它有双重特别 好继续 银 是木 春天的木 可是成长 毛也是木 区别在哪里啊 羊木 一木 区别就在这 好 下面 城 当然是土 那么这个土 含什么呢 含水 还是含别的呢 我们称为含水的土 为什么呢 因为它出现在东南方向 东南方向 是潮湿的地方 是沿海的地区 所以 成土 是东南方向的 潮湿土 含水 请记住 丑合成 是含水的土 有时候是土的五行 有时候会表现出来 水的五行 以后我告诉你 什么情况下 一定是表现出水 好 下面 是 是火 五是火 羊火和阴火的关系 为 又是土 那么 魏土 是含水 还是含火呢 为什么含火 它守着火 就像一个炉子 炉壁守着火 炉壁一定是 干燥的土 一定是火土 所以 魏土就叫火土 干燥的土 然后下面 生金 有金 也是阴阳的金 蓄 也是土 五行 那么这个蓄土 是含火 还是含水呢 因为蓄出现在 西北方位上 西北往往是干燥的 西北 有中国的西北 大西北肯定比 东南要干燥的多 所以干燥的土 干烈的土 就容易发热 所以那是含火 所以这四个土 一定要很清醒 是有两种 五行 然后再汗水 所以地质 同学们 在八字里 出现的特定 要搞清楚 然后阴阳 再强调一下 尽管丹桑书 已经写出了 还是要注意 阳阴 阳阴 还是要写出了 以后你一看 一对表 很快就知道 阳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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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搞清楚 那么地质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呢 用的更加多 地质还跟属相 有关系 出生年的属相 叫年属相 我们属相 或者越属相 有人说越属相 就不对了 越没属相 年才有属相 子年 那就是所谓的 子属 丑牛 凝虎 卯兔 陈龙 四蛇 无马 卫阳 生猴 譬如今年 我们是猴年 生年 名言叫有姬年 有姬 虚狗 害猪 首先跟年属相 有关系 所以呢 将来呢 要记住 跟属相 有关系 另外 跟我们呢 阴历 有关系 也就是叫什么阅 子阅 我们可以叫什么阅呢 一般叫冬阅 丑阅 可以叫丑阅 但是我们可以叫纳阅 演阅 就可以叫演阅 但是有时候 有人把它叫成正阅 因为它跟正阅很贴近 然后后面呢 卯阅 就叫 卯阅 或者就相应于二月的等等 可以不写了 后面 关键是 前面上个是比较特殊的说法 阅历里头 东阅 那阅 正阅 其他就按数字是这样 这讲到阅历 然后 时程 在民数里面 更低之关 西密切 比如我们说 子时 子时 几点到几点 23点到一点 也叫子夜 23点到一点 每个两小时 叫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 几个小时啊 两小时 所以小时的小怎么来的 因为时辰是大时 风车一半才叫小时 所以小时不是随便来的 时辰才一半叫小时 好了 丑时就是 一点 到三点 饮食 三点 到五点 饮食 五点 到七点 同学们 计较第一遍 什么时辰 第一遍计较 叫到最早 第一遍计较 通常是在 什么时候 饮食 叫 就天亮 一天 季就开始要叫了 觉得要天亮 然后很多季叫起来了 就到二三遍了 就进入要五点 懂我吗 冒失了吗 要进入冒失 所以有时候 一个人剩下的 不知道时辰 你就说 当时什么情况 就可以 有时候我们还会敲根 古代敲根 你说敲几根的时候 就知道你什么时辰 对不对 一会我考考你 跟何时辰 什么关系 我先写完 城市 七点到九点 很准确 城市早城 七点到九点 古人讲的 叫冒失太阳处 因为是五点到七点 出太阳 叫冒失太阳处 五点到七点 这些你懂了以后 将来跟着你断八指 不需要 问他当时的情景 你就知道 天亮的时候 出太阳的 天亮的时候 出太阳的时候 五点到七点 第一遍计较 三点到五点 对不对 然后早晨吃早饭了 城市 七点到九 对不对 然后后面就出工了 你们这年几点上课 九点 四十就出工了 你们上课 九点到十一点 上课 四十就开工了 干活了 然后 十一点以后 慢慢要准备什么了 吃饭了 五十了 所以十一点到十三点 是准备吃饭的事情 然后五十完了以后 太阳开始往下落了 过一了 要到下面去 太阳要往下走 十三点到十五点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看时间 只要天气好 你手上有个指南针 或者罗盘 你就会反过来 直到现在几点 就你没手表 用方向定时间 譬如这个 太阳正好在 东南角上 就是四十 正好东南角就是四十 然后正好西南角上 就生死了 十五点到十七点 有时 有时 十七点 到十九点 也就是晚上六点左右 我们这个时候叫 有时太阳落 太阳落山了 到了接近地平线了 一定是有时 叫有时太阳落 毛根有对应的 一个叫太阳 太阳正 一个叫太阳落 对不对 正好 中间 就是早晨六点左右 晚上六点左右 前一小时 后一小时 分别叫毛 有时 然后继续下去 几点了 十九点 二十一点 虚构是 这个时候 构 都要回到家里面 下面呢 汉时 二十一点 到二十三点 所以时程 大家以后要 很清楚 告诉你什么时程 譬如 那我们的知名的学者 巴金毛登写过 一些作品 都会提到 职业 因为马上知道 几点钟 夜里十一点 到零醉一点之间 叫职业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来说说 半夜三更是几点 半夜三更 半夜三更 就是职业 就是职 而三点到一点 叫三更 那么第一更 多 天黑了 敲第一项 走几步 敲一项 几点 二十九点 讲二十四十 二十四小时证 二十四小时证 十九到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四小时 一更 十九点 到 二十一 懂了吗 这叫头根 也叫金 我不知道有的地方 叫打金了 有的地方叫打根 打头根 所以接下来 有的地方有武器官 敲这个的 敲头根的 就晚上去世生人 对不对 好了 二根叫什么石 叫什么石吧 不要送石 接着叫什么石 海石吗 也就二十一点 到二十三点吗 三更呢 过来了 紫石吗 所以半夜三更就紫石了 四更呢 五更呢 饮食 六更呢 没有六更了 天亮了 不跟你敲根了 没有六更 这敲到五更 五更天不再敲了 已经天亮了 还敲什么六更 五点到七点 太阳都起来了 看得见了 不需要敲根 所以这些基本常识 同学们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将来给人家看八字呢 这些技术 你就知道了 不一定不要问人家 你身在哪个 几点钟呢 有时候农村没有钟 你就让他说 什么景象就行了 这个景象就对应 是成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就是他们 五星的关系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非常重要 我们新同学不熟 老同学已经很熟 五星关系 在我们短八字 结尾重要 因为徐志文讲了 短八字 就是经过水火土的微妙 五星关系 我们通过八卦图 来了解 同时这张八卦图 你再次给你补上 生病的部位 因为八字里能看出来 这个人变更在哪 这个人长寿还短命 什么时候死亡概率最高 当然具体区切死亡时间 通常通过其门顿家来断 其门顿家来断 昨天我上医院了 因为我的三大爷 这个在抢救 所以我的堂兄弟 堂兄弟们 就让我断一断 他爸爸 到底还能活多久 好 我们把五星写 这是八卦图里的五星 但是呢 在所有的地方都会用上这个五星关系 抓一圈 我画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都是相生的 发前面要这个圆圈 水生木木生火火转土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在八字学里面 水生木是直 水对木起了方柱 反过来木对水起了什么作用 损失它的作用 在八字学里 这种现象叫泄 请注意 水生木的反过来的概念 叫木泄水 听得懂 听不懂 水是让木生长起来的 反过来木 是泄掉了这个水的 所以这种关系 术语要请你记住 水生木 木泄水 这是反过来的作用 那么木生火反过来什么作用 火泄物 然后下面 土泄什么 土泄火 这些术语一定要懂 金 泄什么 金泄土 最后呢 水泄金 水 五泄的关系 第一层的关系 相生和相泄的关系 要搞清楚 什么叫相生 什么叫相泄 在金断反拔之里面 泄的力量最大 对这个五星影响最大 比如说这个五星是坏的 你用泄的办法 这个五星消失的 最厉害 有坏的东西去掉的 最厉害 这叫泄 下面我们讲五星的 这是相生 这是第一个 相生 这个违线 下面我们第三个 叫相克 相克呢 我们在中间 画一个五角星 不等边的 五角星 每一条边 正好走相克 比如水克火 走一条边 接着走火克金 再接着走金克木 再接着走木克土 再接着走土克水 这个五角星走的 是个相克的过程 相克的过程 我们写一样 我们写一写 水克火 然后呢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这是五心相克的关系 同学们一定要搞清楚 要非常熟悉 这样断八字 就不会搞错 然后第四种 是它反过来的作用 比如 水克火 水能够吃 就灭掉这个火 那反过来火 对水起的 怎么作用 消耗了你的水 这叫耗 微耗 所以在 在那个八字里面 一定要注意这些概念 微耗 比如水克火 叫火耗水 火克金 叫金 好火 金克木 叫木 好金 木克土 土好木 土克水 水好土 这是我们断八字 非常重要的 四种关系 这将收集到 这个人的命运 是如何变化 那么这四个字 我们通常叫 生好可谢 简称叫 生好可谢 他是邪惯 这么叫 四个关系 生好可谢 没关系 没关系 你怎么记住 可以 反正有四种关系 生好可谢 同学们 这四个名字里面 哪一个是加强的力量 生 是加力 是不是 就生意了 把力量加起来了 好是加力 还简利 简利 你力量 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 现在段话 特别讲究力量 可呢 简利要加力 也是简利啊 谢呢 也是简利 后面三个是简利的 生才是加力的 加力里面 还有一种特殊现象 没放进去 我们现在把它补充进去 叫生好可谢 还有一个加力现象 叫和 和指的是什么呢 比和 什么叫比和 同种五星 叫比和 木和木 在一起 叫木木 比和 水和水在一起 水水比和 这也是加力的 比和 同种五星 这样你把五星关系 非常清新的搞清楚 和 也是加力的 所以这五种关系 三个简利 两个加力 生和和 加力 好可谢 简利 所以也有人这样记 生和加力 好可谢 简利 因为 精短法的八字 主要分析加力和简利的问题 所以这个重要的基础 同学们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非常熟练的讲出来 不能讲错 同学们一讲就讲错 比如土壳水 土生水 哪有这种事情 一定别讲错 好 这是第一个 正常表的概念 希望你非常清楚 下面 五星关系也讲完了 那么生成八字 我们进入了难度更大一点 一个人的八字是怎么算出来 现在回答 如何排除油轮的八字 有一些民间的百姓会到地毯去算命 然后把自己的 说成油轮 实诚给报 对方 没几分钟就把八字报给你了 你信不信 不要信 一般来说 年和月 他不会搞错 任何时 他是大概退一退 很可能他手上跌的八字 根本不是你的八字 他只是根据猜测 面向 你的神态心情 来给你奉献命 这就很危险 根本不是奉献你的命 实际上算八字 是要有一定水平 不是简单就能算错 所以下面我们教会同学们 如何排除油轮的八字 如何排八字 我们回答 如何排八字 比如有人来问你 你看看我八字怎么样 命运怎么样 你首先要问他 出生的年月日 时间和地毕 首先高纯 命组的 出生年月日 时与地点 因为一个人的命容 不仅仅是时间的概念 还有空间的概念 你身在哪里是不一样的 比如你身在东北 关外 以水作为网 因为北是坎瓜 水网 水的那样的 你身在广东 南方 是黎瓜 火的那样的 对人是有不同的影响 每个地方人的性格 为什么不一样 跟你的地方有关系 所谓一方山水 也一方人 它是有道理 另外 时间跟地点 有紧密的关系 我们现在看到 手表的时间 叫北京标准许 这是国际上 划定给我们的 是英国 格林卫斯 天文台 作为零点 其他的 跟他每个 一段精度 也就是说 每个一段精度 它就是一个时区 20个时区 同学们 如果用360度 24个时区 对吧 不同的时区 那么你就按精度去算 每差一小时 是多少个精度 360除以24 对不对 一天24小时 所以每15个精度 怎么样 就是一个小时 听懂了吗 每个15个精度 就差一小时 实际上中国 是很大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从西到东 跨的精度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没有化石区 美国呢 是比较精准的化石区的 所以在美国 大家的手表时间 你住在这个城市 那个城市 手表时间都不一样了 比如美国 东部纽约时间 现在是晚上 10点一刻 你比如到旧金山 差4个小时 手表马上不一样 他到一个城市 要调一个城市 手表 我们中国人不调 你到达里头 这个世界 为了方便 实际上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间呢 跟地点很有关系 比如一个孩子 现在生在西安 手表上看似 10点17分 但相比我们 要晚到半个小时 9点45 那不一样的 所以必须将来 要了解清楚 出生地点 那么下面 我们假定 有个孩子 生在北京 就是现在生的 这个男婴 譬如随便那么一样 诞生了 通常 告诉你的 最好是功力 因为八字系统 是按功力 不是按农力 农力要 这算成功力 来算的 因为八字 也就是按机器 按地 天干地支 来定的 它是走太阳系统 所以呢 你告诉你 因为你要换成功力的 最好 那么现在很简单 今天是功力 2016年 12月 今天是 21号 现在的标准时间 北标 看手表 10点18分了吧 10点18分 那么现在这个孩子 刚刚剩下来 我家长很激动 请看看八字 我的孩子八字怎么样 名字怎么取 这是常用事 我的一些亲戚朋友 经常 孩子生下 马上来短信了 请我看看 这孩子 名字怎么取 那么你要根据八字 好 现在我们来算 这个名的八字 怎么算 我们来看 八个字 年干怎么算 年支怎么算 月干怎么算 月支怎么算 月干怎么算 月支怎么算 时干怎么算 时支怎么算 我这要求你听懂 以后你不需要自己算 因为已经根据这个方法 软件设计法 一查就查到 但是你应该去看 这个八字怎么 好 总共八个字 我们一个字 一个字来算 年干怎么算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好 我们首先来算 年干怎么算 第一个字 一个人的年干 第一个字 这个孩子的第一个字 是什么 很简单 用出生年 减身 除一时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三和余数 这个余数实际上 就是尾数了 最后一尾数了 就是那个 所谓的出生年的 减身以后的尾数了 余数 对应的天干为年干 那么我们具体就来算 这个男孩子 现在出生年是什么年 2016 2016 2016 减身 多少 2013的尾数 是多少 三 三对应天干 第几个 第三个 第三个是哪一个 丙啊 所以它是丙年生人啊 刚才不是给你写出来的吗 回了吗 第一个字就这么简单的 丙来了 丙年生人啊 所以 今年生的人叫丙年生人啊 2016 减三 等于 2013 2013的尾数 是不是三 三对应天干 哪一个字 甲乙丙 丙是三万 会了吗 第一个字就这么简单的 每一个同学 算你的第一个字 最好你跟着我 把你的八字当场算完 第一个字 没人算 你第一个字是什么 你自己的 第一个字 算好了没有 算好了 我抽差两个 看你算都对不对 亚历同学 你哪一年生的 1962 第一个字一个什么 1962 算出来了吗 1962减三 等于多少 1959 九是尾数 九对哪一个字 人 加利比利吗 最后倒数第二个人啊 刚才那张表 同学们 你看刚刚学过 对应不起来吗 人吗 天干表 1962年 减三 等于1959 九是尾数 九就是人 第九个 天干 那个除语识 有什么用啊 就是 意味神 除语识 看语书是一样的 理论上是要除语识 是怎么 国性是这样来的 除不除识 当对方 因为除识就是看未识 语书吧 语的语识 就这样 就更简单吧 我让你看 除语识用小数点 不可能 除语识是整出的 永远整出的 怎么可能有小数点 这个概念 小学生的代数 不是要转出的 小号 因为整出 除识是永远 最后那个数 余数是那个数 不要说小数点 余数 有整数有余数 不要说小数点 我叫余数 概念懂不懂 整出完以后 余下的数 不存在小数点 听懂了没有 你哪一年生的 1968 1968减三多少 1965 五是哪一个字 五 那就第一个字 五年生 除以除十 是不是就二了 整个除以十 余数 看余数 19 你没有钱啊 你是哪一年生的 1968年生的人 我们来做一年啊 1968减三 除以十 等于 1965 除以十 等于 多少 余数是多少 196 余数 就这样说吗 你还需要数吗 你还要去算吗 背会诗吗 哎呀快吗 理论上应该除以十 但是快一点 看尾数不就完了吗 听懂了没有 多么的简单 一看尾数 你不用除以外结果 一样嘛 余数嘛 对不对 听懂了吗 余数跟尾数是一种 因为相同 不相同 也就去算了 因为恰好相同 回了吗 啊 刘总 你哪一年生的 我那时候问 那个杨因利 还是看那个立地 这里要注意什么 这个初成年 一定是公立 公立 而且出生年 要以2月4号 立地创化解 对 假如你的出生年 是当年的1月1号 到2月3号 出生年要减掉一 听懂了吗 比如你是2016年 1月30号生的人 没到2月4号 这里用2015去解 听懂了吗 因为新的一年 从立地创化解 我来说一下 每一个新年 每一个甘子年 每一个甘子年 从阳历 也叫公立 2月4号 立成 起算 这句话能听懂吗 每一个甘子年 新的一年 要从阳历 2月4号 立成起算 如果你生在当年 不到2月4号 减一年 听懂了没有 新的一年 为倒 举个例子 比如你是1968年 1月30号生的人 这里放1968 还是放1967 为什么放67 2月4号 为倒 新的一年为倒 听懂了吗 千万别犯这个低级错误 请问 每一年内存都不一样 每一年内存 原则上 99% 读到2月4号 几点几分 偶然会变成3号 和5号 要查一下 你生在2月4号 一定要查的 生在2月3号 2月4号 2月5号 这三天 一定要查一查 当年的历存 到底哪一天 几点几分 当时99% 是2月4号 就是到这个点 长长新的一年 没到 在这之后 就算新的了 懂了吗 起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你这个出生年 这个出生年 最怕你错在这上 我们很多网站 把知识算错了 因为很多人 生在历存之前 他竟然新的一年给你算 错了 错了 全错了 听懂了吗 你是6月6月1月1月出生的 就是6、7年的 早就按6、7年 放进去 减3 你是6、8年7月份 6月 6月就没问题了 所以你发现 就6、8年没问题 所以刚才还忘了 要问一下 立春天立春后 一定要搞清楚 听懂了吗 刚才压力 你是立春天立春后的 立春后就没问题了 听懂了没有 一定要搞清楚 立春天立春后 他的啊 我们来算一下他的 哪一年哪一月 一月 同学们 刘总这个 出生年 出生年 算什么 必须容易979 听懂了吗 这样数下你就搞清楚了 是79年的属相 而不是80年的属相 听懂了吗 如果80年属相 你就说猴了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应该说一样 就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会错的 错了你就八字 根本不是你的 好 明白了吗 第一个问题 年干怎么算 读回了啊 第二个字 年之 第二个字怎么算 第二个字的算法 有两个 第一种算法 最简单 按属相定 属相对于哪个地址 就是哪个地址 按属相定 同学们经验数什么 说猴猴对哪个地址 生了叫生后年 所以这马上出来了 生吗 这可以说吗 丙生年生了吗 没人 算你的第二个字 你知道自己属相吧 应该 你的第二个字什么 说什么 说属丙子吗 人子吗 人子年生 什么属相应该 这么吧 都马上就出了 都马上就出了 五十年生了吗 属与 今天是你 不是一年吗 属与 66年的属与 都会了吗 第二个 第二个字会了吗 小罗 你说什么呢 说羊 第二个字是什么 羊对哪个字 可以插标吗 喂羊吗 喂羊 位字呢 你看 哪个属羊在哪里 羊对上去哪个字 属羊 先属相找到羊 属相看到 这不是 属相吗 属相现在 生肖吗 看 是不是说羊 羊上面是个位羊 第一位年生人吗 1967年第一位年生人吗 回来吗 同学们 好 下面 第二种情况 不知道属相怎么办 也可能有的人 没告诉你属相 那也没问题吗 用畜生年 减三 除以十二 有余数 对应的 第之 未年之 减三除以十二 为什么除以十二 十二属相 所以除以十二 刚才天干 为什么除以十 天干十个 道理就在这里 上面除以十 因为十天干 下面除以十二 十二地址 也就是十二属相 这道理 这道理要搞明白 所以不知道属相 你怕不怕 不怕 只是注意 这个出生年 跟这个出生年 要一致的 要安利成算 请问 请问 老师 就是那个 因为公务员 今年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 才开始用的 那之前他们怎么算 用干支年 我们的古类一直用干支年 已经是干支年了 不要理会 我们去查整个封建社会 各个皇朝 他都 你看字画上面写的都什么 什么 兵之年 家务年 战争 我们也不是说哪一年 家务战争 新丑条约 我们本来已经变成这个东西了 不需要你再去变了 好了 现在全体同学 替我算一下 我的年代 两个字 我是1946年一团以后生的人 请你告诉我 我哪两只 反过来告诉我 我应该数什么 数老 首先告诉我 哪两个字是我的年 16元 第一个字是什么 丙 1946年三 余三 然后第二个字 你要除以十二 1943除以十二 除以十二对出来的第一只 余数 要查余数 除以十二 余数多少 一定要手算啊 你用计算器算就错了 要小学生的算法 我很多同学们用计算器 错了 算不出来的 你看 1946减三 只能1943 所以要用算术 1943除以十二 对不对 一个十二 十二 七十四 六 七十二 四减二 二十三 一 十二 余多少 余数 余数 要这样算啊 余数余数 哪个对表 谁是哪一个字 第一只表 虚呀 所以我是丙虚年圣人 懂了吗 所以1946年 叫丙虚年 明白了吗 应该说什么了 虚狗 你搞这个时候 我说什么的 虚狗 搞这个留住算数 把我手下也搞中了 对不对 会了吗 这两个应该不难了 后面还有六个字 我们一会就教会 我看十点半的 同学们休息一下 每个人两个字都算完 好 谢谢 在这里吃饭的同学 来我这里领一下券券 这里